完善了咱们的第一个需求了吧 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完成第二个 这个怎么搞 怎么刚刚是有一个需求完成的步骤 有个思路知道 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 是这样一条发布鲁嘛 同样的一套思路 那咱们要做这个根据用户名模糊查询用户列表 首先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社口语句啊 来搞一搞 这个用户名怎么搞 username 模糊查询了 来个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可以加两个百分号 有个章字的用户 我都查一下 有几个 三个人 三个用户 那咱们这个收购语句搞定了之后 接下来呢 以后咱们要配置它的映射关系吧 好 来搞一搞 在哪里 映射文件当中 对吧 同样的一套 那靠谱的肯定是咱们的sletter了 对吧 这个你起个名字 get a user by username 是吧 然后社口语句丢进来 好 咱们这边先把入餐映射一下 入餐什么 发来面对他 这边入餐应该是一个字五串 对吧 好 然后咱们的返回值呢 这是一个用户列表 怎么办 意思吗 啊 不对啊 咱们其实呢 这边你如果要返回的是一个lis 你这里只需要设置 你每一个lis元素里面的数据类型就足够了 咱们最终是不是要印射跟数据库的关系了 所以你这里只向pojo搞定 这样他能直接得到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啊 先写个注册 如果返回结果 为集合时 只需设置 每一个元素的数据类型 这能理解吗 好 那咱们这边配置完入餐跟返回值之后 接下来要干什么活了 要把这个参数绑定一下 对吧 咱们刚刚学过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这是活的查询条件 紧号大过号 是吧 但是紧号大过号 这里有问题啊 咱们不能这样写吧 这是一个支付创内部啊 好 我们先第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先直接放在外部 对吧 紧号大过号 然后优先类 但是这个百分号怎么办 百分号怎么可以是不是可以在参数里面写进去啊 先学习咱们会的方式 先用第一种方式我们尝试一下 对吧 接下来咱们要干什么活了 要编码了吧 编码是不是也是这一套走一遍 这一套的话 我们发现了 这个编码的过程当中 这一块是不是想可以想办法抽取出来的 那咱们每一次都要招载变质文件 是吧 我们可以想办法抽取一个 工具类出来 怎么抽呢 我们新建一个类吧 好 起一个包 这里放到youtube里面 这是circle station factory youtube 里面怎么办 那你如果要抽取出来的话 首先咱们这个属性应该是有个静态的是吧 或者是有个静态的方法什么之类的 那咱们这边的话 同样的一套 那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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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或者是搞个构创函数都可以 是吧 那咱们这边首先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什么 circle station factory 是这样吧 先把它抽取出来啊 导舌包 然后呢 咱们会有一个干什么活呢 咱们这里有个静态出死花块 这个方式用过吗 用过是吧 那么这个 这行代码什么时候被执行的 这一堆 内加载的出死就会被加载 是吧 找一下包 好 这里有个异常 我们要去开取一下了 在静态出死花块的话 全部把它放在一起吧 然后这里是这样 然后把这个也放进来 注意 咱们这里不应该在内部再起一个射手就会得有变量了吧 这里你要把它设置是第10点 是吧 这里不行 因为它是静态出死花块 那直接就写它的名字就好了 是这样吧 这也是一个静态的 可以了吧 好 那咱们这边有了这个包装后怎么办 咱们希望把这个属性共享出去 是吧 是不是有一个get的方法才对呢 那我们创建一个共用的get的方法 然后现在的方法就不需要了 我只希望它加载一次就足够了 对吧 这是不是把它包装起来了 那就是获取 社交赛政发的 这段代码能理解吗 咱们每一次只会加载一次他 对吧 然后每次获取是通过一个 get的方法来获取的 他本身是不能共用的吧 好 写个注释啊 这是社交赛政发的工具 工具类 搞定 那这个抽取完之后 接下来的门编码就简单了 写个方法 来 再来一遍 这里有个txt 注解 然后呢 我的txt 谁 这回是get的 用者 by username 啊 咱们这里面怎么办 好 括号小了 那咱们这边要先加载配置文件 咱们当然是有一个工具类来的 可以通过工具类获取的吧 工具类 点 get的社交赛政发的 你要得到一个社交赛政发的对吧 然后通过他 咱们可以 去打开一个会访 打开会访得到一个社交赛政是这样吧 好 咱们这里写个注释吧 获取 社交赛政发的 创建 社交赛政 那我们刚刚说过这个社交赛政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数据库调用的 api 是吧 它是一个接口 它里面有所有数据库的 api 咱们这边如果要查询列表怎么办 肯定是select 对吧 我们可以猜到的是 查询列表 有例什么 有吗 同样的也有两个参数是吧 第一个什么 社交ID 第二个是入餐是吧 咱们这里的社交ID 跟这里一样吧 那我们说过规范一点的话 最好带上命名空间 是这样吧 我们刚说了这里是不是可以传入百号 咱们入餐是不是要模糊查学 这里咱们可以得到一个用户列表 然后咱们便利这个用户列表是不是可以看到结果了呢 输出用户 最后 别忘了 咱们还要干什么 释放资源 对吧 那咱们这个一抽取是不是又简单一些 我们执行一下 出来了吗 是三个吧 那么就是咱们那个 之前学习过的那个参数的绑定 但是呢我们发现 每一次里面要咱们手工绑定这个百分号是有点不太 爽的样子 咱们直接放到配置文件有办法搞定吗 那么肯定是可以的啊 那我们来了解第二种方式 先注释他 那咱们这边如果要用百分号的话 应该是这样 两个百分号 而且这里有个章 是吧 那这里要替换的话 咱们有另外一个东西 在咱们 买杯子里面还有一个多了大符号 这个叫做字符串 拼接指令 这里你最要注意了 你如果入餐为 咱们普通的类型的话 这里笔只能写 写什么 你写其他他会报错 但是你如果这里的入餐是pojo的话 你就写pojo的属性就可以了 能理解吧 那如果你入餐是普通的类型的话 什么是普通的类型 印的指尽 大宝等等的是吧 那么这一堆你这里只能写 这里的话我们改造了之后接下来 咱们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改造一下 复制一下 先把注释了 这里咱们是不是不用传入这个东西了 是这样吧 咱们这里用了字符状拼接指令是吧 啊写个写个注释吧 看他头部啊 让同学们好回顾一点 那么这个多了大括号 是字符串 拼接指令 如果 入餐 为普通 数据类型 括号内 内部 只能写对吧 好我们来测试一下 同样的这一套方法再走一遍 一样的吧 但是我们发现社口语句是不是不一样 刚刚是有个问号了 现在有了吗 现在是变成直接拼接 字符串了 他没有设置入餐了吧 他直接把这个社口语句拼成字符串的方式来拼接了 刚刚咱们的社口语句我们再走 刚刚社口语是不是这里有个问号 然后这里设置了个参数是吧 这是他们区别 咱们 这是咱们的根据 对 对 对